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9月14日 WTT澳门冠军赛南单上半场半决赛 国拼内战 黎诗栋4比1击败王楚清晋级决赛 黎诗栋与秋档在决赛中会失 世界第一爆冷出局 首局比赛两人开局阶段打得胶着 两人的进攻都打得很凶 都希望在气势上压制对手 战至4比4 王楚清连得二分拉开 关键时刻黎诗栋连得五分完成反超 并拉开分差 最终以11比7先下一程 大比分1比0领先 从首局来看 黎诗栋很好的延续了此前的手感 王楚清的高质量进攻不占优势 这就要想办法求变了 第二局依旧打得胶着 黎诗栋的防御能力进步明显 王楚清的连续正手进攻 很难打穿黎诗栋的防守 战至4比4 黎诗栋连得二分再次拉开 可以看到黎诗栋在相持球中战的很稳 明显比之前更成熟了 王楚清连续发力15 黎诗栋10比6拿到局点 黎诗栋正手暴冲得分 11比6再下一程 大比分2比0领先 第三局黎诗栋发球局连得二分 王楚清再发揭发环节球变 连锥2分扳平 此后两人交替上分 战至7比7 王楚清连得三分拿到局点 王楚清揭发球 直接拧拉 黎诗栋回球出台 11比7 王楚清扳回一局 大比分1比2 第四局前半局 两人展开缠斗 战至4比4 王楚清的无谓失误增多 黎诗栋的防守密不透风 连续得分拉开分叉 两人均搓中间长 想办法控制对手 抓住机会抢先上手 黎诗栋继续拉开分叉 以10比5拿到局点 之后一球尤为精彩 王楚清被打退台 黎诗栋连续高压扣球得分 以11比6再下一程 大比分3比1 第五局前半局 两人比分交替上升 之后 林诗栋拉开分叉 但王楚清打得很顽强 继续紧咬比分并反超 林诗栋稳住了 连得2分搬到9比9平 进入局末关键分争夺 最终 林诗栋以11比9 拿下赛点局 以大比分4比1 淘汰王楚清 挺进决赛 他的对手将是华裔名将秋党 从这一场比赛 我们看到了林诗栋的进步 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 都明显更厚实了 心态也比之前更稳 大有抢班独拳之势 乒乓球WTT澳门冠军赛 激战正寒 多位名将已遭遇败迹 而有些球迷发现了一件 非常戏剧性的事情 那就是三位运动员 都在比赛期间 被安排参加球迷见面会活动 而随后他们都输给了 比自己排名低的运动员 这三人就是林高远 陈姓彤 莫雷加德 对于这一情况 有人认为纯属巧合 也有人不禁发出质疑 这样的活动安排是否合理 会不会影响了运动员的训练与休息 随即引发广泛争议 WTT澳门冠军赛 是巴黎奥运会结束后的 第一场较大规模的拼弹会战 虽然多位高手放弃参加 但中日韩瑞等强队的大部分核心主力都有亮相 所引发的明星效应自然非一般赛事所能相比 而举办球迷见面会活动也是很正常的操作 巧就巧以上三位选手参加完活动后就输球了 早在9月11日的时候 林高远就出席了球员见面会 当天他没有比赛安排 然而次日9月12日的第一战就爆冷被淘汰 在单打1分之1决赛中 不敌年仅19岁的台北新星高成瑞 以上提到的林高远参加的见面会没有和比赛在同一天 上节被许多球迷诟病 而接下来9月13日的情况 就更让不少人感到疑惑了 当天晚上陈姓彤 莫雷加德都有比赛安排 但仍然在下午出席了球迷见面会活动 结果两人也在不久后输球了 在单打1分之1决赛的较量中 先是陈姓彤1比3 不敌16岁日本小将张本美和 紧接着莫雷加德2比3西拜 和林高远一样被高成瑞淘汰 最终无缘晋级半决赛 如前所说 对于三场见面会的安排 不少人颇有微词 认为竞技体育要求运动员高度集中精力备战 同时也要有充足的休息 而比赛还没结束就参加活动 完全可能导致他们分心 不过也有球迷认为 WTT冠军赛的比赛任务 原本就不是很重 每一位运动员每天最多也就打一场 有时候甚至不用出战 不至于交贵到 不能抽空参加球迷见面会的地步 何况有些人没参加 不也照样败北 包括被爆出冷门 归根结底 还是自己发挥不佳罢了 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澳门冠军赛前 张本志和雄心壮志 意气风发 是要报巴黎奥运一箭之仇 结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樊振东和马龙并不参赛 当然 这并不影响张本志的竞技状态 毕竟干不过你樊振东和马龙 还干不掉你林高远和林诗栋吗 尽管赛后张本志和一而再再而三夸奖林诗栋 最近两年成长迅速 其实你眼人都能看出张本志和内心有多么不甘 就像在巴黎奥运南单2比0领先樊振东时 张本志和当时一再向自己的主管教练强调自己根本不慌 表面上来看 当时张本志和确实心如平静 内心没有起任何波澜 可如果我们从心理学上面来分析 其实张本志和当时的心态是非常凌乱的 一来张本志和对国拼很少能拿到如此大的优势 其本人内心一定以窃喜居多 二来张本志和急于战胜樊振东拿下奥运手金 以便向全日本球迷表忠心 内心还有一定急切的情绪在里面 关于这两点 我们还能从巴黎奥运拼球男子团体决赛看出 当时因为日平男团2比3不敌瑞典队无缘决赛 张本志和甚至向全世界的媒体透露出 想以刨复自尽的方式向全日本球迷谢罪 所以张本志和对于自己的成绩其实是非常看重的 尤其还是在全日本球迷都还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情况下 事实上迟迟不能为日本队拿到拼球锦标 不光张本志和一家人紧张 就连日本拼鞋也紧张 甚至偶尔还会受到日本本土球迷的弹劾 毕竟日本拼鞋为了在乒乓球上追赶上国拼 前几年曾搞出过一个所谓的拼球断代计划 说白了 日本拼鞋就是希望通过壮士断腕的方式 直接放弃中生代运动员 将重点全部放在新生代运动员身上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福悦爱 石川佳淳 伊藤美成 都是日本拼球断代计划的牺牲品 也就是说 大家别看 现在张本志和还只是刚满21岁 可一旦在国际赛场再打不出成绩 其下场很有可能 又是日拼断代计划的牺牲品 伊藤美成现在也才24岁不到 其日拼女队核心的位置 就已经被早田希娜所替代 更何况 张本志和其日本人的身份 还未让全日本球迷完全接受 总的来说 如果张本志和还不能在国际赛场 为日本乒乓球拿下一个像样的锦标 美国洛杉矶奥运会 极有可能不会再看到其身影 但也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给她妹妹张本美合作陪练 日本冰鞋当初规划张本志和 就是想要在国际赛场 搓一搓中国队的锐气 可如今 这么多年过去 目标依旧没能实现 自然而然就得另立高材 盡法 빛 广 仓